好 转换早点来看到南韩知名实况主契娥妹 正在台湾步行环岛中 而沿途也有许多人认出她 但是呢 甚至有粉丝做出了不合理的要求 让她在直播中一度落泪 而随后就有一位粉丝特地跑去找契娥妹 并且送她了一张这个证照 上面就写着说 外国人来往苗栗的通行证 为什么来往苗栗要通行证 对 还蛮有趣的 蛮可爱的 然后大家就宣称这个是苗栗国的通行证 这名粉丝还认真介绍通行证的用途 侧妹谈到粉丝的月线行为 让她一度因为心情低落而落泪 随后有一位粉丝突然现身 先是为台湾粉丝无礼的行为道歉 接着送她一些实用的小物 随后还掏出一张苗栗国通行证给她 粉丝解释这个通行证可以帮助你入境苗栗国 但契娥妹似乎不理解什么是苗栗国 粉丝还进一步解释苗栗国是我的国家 所以你必须使用这个进入苗栗国 接下来让我们为大家先查播最新的消息 有一对韩国情侣上午22日来台湾观光自由行 投诉高雄某间商务旅馆 但是呢金姓男友却在24日下午通知旅感人员 李姓女友失去意识经送一抢救后仍然宣告不治 检方证办后向法院申请羁押 但法院裁定以十万元交保 但检警连日侦办后掌握了新市镇 近日传唤金男道场 再度向法院申请羁押 接下来呢是一则蛮悲伤的消息 在台南市有一处大楼 昨天中午竟然发生了坠楼事件 三十岁的丁姓男子因为不明原因从十三楼直接坠落 当场失去了生命迹象 那么警方调查之后呢就发现了 丁男身上有不明伤势 因此怀疑他的死因并不单纯 而丁男的母亲被通知到场后 不敢相信上午还在跟他通电话的儿子 现在竟然已经离他而去 当场痛哭失神 警方调查发现死者丁男身上有不明伤势 而且在案发前有另外一名男子陪死者上楼 并且在案发后匆匆冲下楼 与建英的男子急急撤离开 因此警方怀疑死因并不单纯 而对此警方晚间逮捕了无明涉案的嫌犯 全案朝向书上案侦办 而死者的丁姓母丁姓男子的母亲 得知儿子的死讯立刻赶到现场 还在案发现场哭到断肠 边哭边透露早上还有跟儿子讲电话 没有想到那通竟然就是最后的通话 在街道消息就是死讯 眼看下周就是母亲节 丁姓母哭着说儿子过去有欠债 为了不想连累家人而努力工作还债 发生这样的事情让她完全无法接受 另外呢 现在让我们看到在新北市永和区 昨天上午发生了一起车祸事故 有一名周姓女子骑着U-bike 但在途中呢 周姓女子就突然向外侧车道向内轨骑 导致后方的骑士反应不及 直接撞上 幸好两人呢 都没有生命安全 人间画面中的U-bike女骑士 突然无情向内切入 像一秒 得一声被后方骑士迎面撞上 女骑士当场被喷飞 倒地挖挖打脚 日行发生在新北市永和区符合路 三日上午 42岁的周姓女骑着U-bike沿路 往永福桥的方向行驶 但是途中 周姓女却突然从外侧车道向内轨切 导致后方的机车骑士周男反应不及 当场撞上 幸好两人军物生命危险 而详细的事故原因 肇事责任归属 还有代理情 好 下一次的新闻非常有趣 想要问一下小倩 你喜欢吃洋葱吗 当然喜欢 而且她喜欢呛辣的那个味道 你很喜欢洋葱 那其实很不错 越呛辣越觉得健康你知道吗 因为可能跟你一样很辣 她讲了一个无聊人笑话 因为像我自己 其实就没有那么喜欢吃洋葱 那麦当劳之前在加拿大 澳洲还有比利时等地 其实就调整了多次 经典叛饱的配方 那其中有个配方 就是跟洋葱有关 它就在大麦克的肉饼 在制作的时候 就加入了洋葱 一起来做烘烤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 这个大麦克里面的肉 就会有这个洋葱的香味 那之前在很多国家内 其实都受到了非常多好评 不过呢 but上个月 在美国西岸上架之后 最近以来非常多顾客不满 那很多顾客纷纷烘 实在是太难吃了 那其实麦当劳也有表示 虽然顾客点餐的时候 可以选择汉堡内 不要有洋葱 不过呢 对于不爱吃洋葱的人 可能就是我而言 因为在烘烤的时候 洋葱的味道就已经渗进去了 对其实会很重 我觉得洋葱的味道 在食物里面当中 其实它的入味的话 真的一吃就吃得出那个味道 对对 它的洋葱的存在感 真的是非常的强烈 那就一名网友啊 他表示哦 美国呢 没有从1980呢 可口可乐的改变学到教训吗 就是美国人并不喜欢改变 他说他们喜欢吃这个 不管是这个可乐啊 或者是汉堡也好 他们就喜欢吃它经典的味道 但是呢 也有人对于新配方 保持中烈的看法哦 他们可能就是说 对洋葱风味感到期待 虽然不能说100%正常 但是味道比以前好很多了 可能像小倩呢 也会喜欢这个新配方 对我可能会想要尝鲜看看哦 如果他有机会在台湾设置的话 我应该就会去尝鲜看看 没错 我们尝鲜一组小倩就要出动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也是生活的焦点 也就是好事多的冷冻综合煤 和冷冻蓝煤连环爆炼 出了A肝的病毒 而引发民众的担忧 至于卖场的最新情况 好事多也做了最新的说明 好事多表示 目前已停止进口冷冻莓果 而卖场内所有的冷冻莓果商品 都已经在4月30日停止贩售 并且在厘清中 好事多对于验出A肝的商品 都会比照综合莓果办理 主动向曾购买同一 效期商品的会员发送通知 召回商品 积极沟通联系会员 而发送简讯提醒会员 自主健康管理 并配合主管机关要求 而如好事多会员 持有效期为 2024年2月24日 2024年2月25日的冷冻蓝煤商品 请立即停止使用 并且携带商品和会员卡 至邻近的好事多卖场 办理退货作业 而好事多各卖场 都设有专属退货柜台 会持续受理退货 那现在大家就非常担心 如果我真的吃到了 该怎么办呢 好像会有点担心 那医师其实也提醒 如果真的不小心 吃到有A肝的莓果 两个月内 如果是出现恶心 想呕吐的症状 就要立刻到医院检查 机关署防疫医师苏嘉宾表示 A肝潜伏期最长可达到50天 目前已启动相关机制加强监测 民众不用过度紧张 假设真的吃到了 之后得到A肝的可能性并不高 不过 如果两个月内 有出现不舒服的症状 请到医院检查并告知医师 有吃好事多的莓果 让医师开例相关检查 而肠胃肝胆科医师前振宏就提醒 大部分儿童感染到A肝病毒都是无症状的 成人则会出现恶心 想吐 食欲不振 疲倦和黄胆等症状 绝大多数的A型肝炎都可以自行痊愈 极少数的A肝会严重到出现猛爆性肝炎 有别B或C肝 感染A肝不会变成代元者 也没有肝硬化或肝癌的风险 好 爱的新闻呢 让我们来看到女星小天天 她在今年1月初的时候 指出遭到丈夫宋靖贤家暴 不过宋先生呢 他就指出呢 其实双方都有动手啦 那两人先后呢 就互相提告了 而宋靖贤在去年的时候 被依照伤害罪起诉 现在呢 也已经签字协议要离婚 圣田电解署今天真结 小天天予以不起诉处分 那张小姐有对你撤告吗 伤害部分有撤告吗 有 我们就是都已经调解好了 谢谢大家 今年2月23日 法院开离婚调解厅 宋靖贤被媒体询问到 之前小田田提告的 伤害罪嫌部分是否撤告 他则回有 我们已经协调好了 而至于其他内容调解 则不方便公开 而由于宋靖贤撤告伤害罪 今天士林地检署真结 对小田田做出了不起诉的处分